准总统赖清德520即将要就职了 包括了韩国瑜 卢秀燕 张善正 陈其迈等人都已经确定出席 好 虽然在六都当中 这个侯友宜是有公务 但是呢 他已经送上了祝福 另外呢 当蓝营释出了善意 赖清德的子弟兵立委林俊宪也说 未来两岸从观光旅游 一直到农产品都应该多开放交流 当然现在外界也都在期待 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说 将会释出善意 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 包括列宝院长韩国瑜 六都市长卢秀燕 张善正 陈其迈 黄伟哲 汉苗县长 中东京等 都确定出席 我在担任副院长到院长的期间 跟赖清德当时的市长配合 从东阁热 霸瓦寒流 到0202地震 我们是难兄难弟 我要特别感谢 准我的假去参加总统的就职 蓝营首长释出满满善意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吉隆市长谢国良 也正努力协调行程 打算出席 新北的侯友仪当天有公务 提早送上祝福 能不能参加 我们对政府新的团队 我们都给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 即将上任的赖清德 除了承诺就职演说 不会碰触台独议题 驻美代表于大雷也说 赖清德不想制造问题 更不会宣布独立 连绿道出治了台南 赖清德头号子弟兵林郡县都说 从观光到农产品的输出 两岸应该尽速恢复正常交流 而当蓝绿放下意识形态 共同参与520新政府就职 外界也期盼 内政府抛下意识形态 处理两岸关系 新政府上来以后 我们应该取消禁团令 福建四五千万的民众 可以到台湾旅游 小小的一个行政措施 事实上就是大大的善意 过去两岸的闭锁 以我对赖清德 他整个内阁的布局 人进得来或出得去 递出第一支的橄榄枝 清德熊他应该是做得到 范野党说 如果大量的大陆观光客来台 将能有效避免战争 也是最安全的交流 当蓝绿放下对抗的意识形态 将是五二零新政府最好的骑手势 这是杨洁成真采访报道 好 当然这个赖清德 五二零即将要上任了 交接小组14号这一天 有公布新任的人士 其中提名的一位 国安咨询委员江黄池 但是呢 现在外界所关注的是 他的言论曾经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2016年7月份的时候 前总统马英九出席了一场 南海仲裁案座谈会的时候 有说台湾有一位国际法的教授 其实他指的就是江黄池 好 江黄池曾经有提到了 太平岛既没有水也没有可耕地 菲律宾的律师听了可乐了 好 在仲裁庭都提出 这位教授的说法 好 他一月份登岛之前 有邀请这位教授去 但是对方不愿意去 好 因为呢 那位教授知道 他说的话是没有一句是真的 因此呢 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肖旭成就有认为 赖政府用江黄池担任咨询委员 代表他们对南海的态度 释出了非常负面的讯息 好 蔡英文呢 至少还会抗议南海仲裁案 而赖清德任用江黄池 是否也代表已经放弃 南海的主张了呢 好 另外呢 在这一波的人事案当中 还包含了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 林非凡 已经确定后任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好 不少人立刻开酸了 当年的09万 一直到后来的011万 现在摇身一变 即将要变成零年薪三百万了 好 也有人说它是零二十万 但是呢 时事评论黄洋明说了 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月薪不是部长级 而是次长等级 好 但是薪水还是蛮高的哦 大约是十八万六千块钱 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忍不住开酸了 他说果然跟着党走 就能够吃香喝辣 国安会副秘书长 我咨询委员这位置 太酸了 可以看到国安会几乎都已经变成 是高年期实习生了 他没有国防背景 也没有外交背景 甚至连证物的背景都没有 但是一下子就可以高升到 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从原来的09万变成020万 只要跟着党走就可以吃香喝辣 但是我觉得最悲哀的是 他们都是领着纳税人的钱 而且坐立高薪 过去的这个太阳花的学运 好像就是成就了林妃党 对不对 让他一入伍的 这样子水涨船高 他要学历也没学历 他经历也没经历 他对于国家局势了解什么呢 他对于国际形势的了解是什么呢 他对两岸关系的掌握是什么呢 当然疾呼通 我相信都是不及格的 不合格的 今天赖清德 就是把国安会做成了是什么 做成了是一个仇庸的地方 所以整个国安会是没有功能的 我坦白讲 一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 不靠自己的打拼 不去磨练 不去锻炼 不靠自己去打天下 然后一路这么年轻 就靠政治仇庸是很没出息 其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教材 目前看不出他 比如说包括国安或国防 外交等等的具体的贡献 一进民进党就担任副秘书长 那现在果然又变成了国家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那我只能说他是副秘专业户 以前当国安会副秘书长 至少也是中将 你各位在校领九万啊 没拿过枪的管国家安全 台湾真的太先进了 没同国安基层力量 就职生部长级 社运彩模 真的国安危机 替代玉知光 替代玉境国会太好笑了吧 筹庸政治 靠特权当官打脸 各位还在努力的年轻人 凭什么党政是不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一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